历代至上 第五章 以色列的长子 刘本的儿子如下 刘本虽然是长子 但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以色列的儿子 约瑟的儿子 所以按着家谱 他不算是长子 犹大在自己的兄弟中是最强盛的 领袖也是从他而出 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的儿子是哈诺 法禄 西斯伦和加米 约尔的子孙如下 约尔的儿子是士玛雅 士玛雅的儿子是哥格 哥格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利亚雅 利亚雅的儿子是巴利 巴利的儿子是贝拉 贝拉被亚树王提格拉皮尼瑟掳去 他是刘本支派的首领 他的兄弟按着家族历代的谱系记载做首领的 是耶利 萨加利亚的儿子是亚赛的儿子 亚赛是士玛的儿子 士玛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住在亚罗尔 远至尼波和巴利面 他也向东面迁居直到右发拉底河这边旷野的边缘 因为他们在激烈地的牲畜增多起来 扫罗在位的日子 他们与夏甲人作战 夏甲人败在他们手下 他们就在激烈东面的全境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 迦德的子孙在刘本支派的对面 住在巴山地直到萨加 住在巴山的有族长约尔 副族长沙帆 还有雅乃和沙法 他们同家族的兄弟是米加勒 米书兰 士巴 约赖 雅干 细雅和西伯 共七人 以上这些人都是雅比孩的儿子 雅比孩是忽利的儿子 忽利是耶罗亚的儿子 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耶士塞的儿子 耶士塞是耶哈多的儿子 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 还有古尼的孙子 雅比迭的儿子雅西 是他们家族的首领 他们住在基列 巴山和属于巴山的村庄 以及沙伦的整个草场 直到四周的边缘 以上所有这些人 在犹大王约坦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日子 都记载在加普上 刘本之派 迦德之派和马拿西半个之派的人都是勇士 他们拿盾牌和刀剑 能拉弓射箭 又能出征善战的 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人 他们与夏甲人 伊图人 拿菲斯人 和挪达人作战 他们得神的帮助 对抗敌人 夏甲人和所有与夏甲人联盟的人 都交在他们手中 因为他们在作战的时候 向神呼求 神应允了他们 因为他们倚靠他 他们又掳掠了敌人的牲畜 骆驼五万 羊二十五万 驴二千 以及人口十万 因为这场战争是出于神 所以敌人被杀的很多 他们就占领了敌人的地方 直到贝鲁的时候 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住在那地 从巴山直到巴黎黑门 士尼尔和黑门山 他们人数众多 以下这些人 是他们各家族的族长 以福 以士 以列 亚斯列 耶利米 何达威亚和亚迭 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 著名的人物 也是各家族的族长 他们背弃了他们列祖的神 随从当地民族的神 行邪淫 神曾从他们面前消灭了这些民族 因此 以色列的神激动了亚述王普勒 就是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 他就把刘本支派 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掳到哈拉 哈勃和哈拉 以及哥萨河边 他们的后裔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接着 他就像这样的神经 在这种程序里 我看了 你来看 你来看 我看了 他就像这样的 我看了 你来看